台灣大選進入了緊鑼密鼓的倒數計時 而三黨的候選人也都到各地去拜票 那麼同時也拋出了一些選舉的議題 我們現在就要來連線人在台北現場的主播張翰 張翰現在就在現場要告訴我們 台灣大選的最新戰況 另外蔡英文稍晚也要召開國際記者會 另外今天下午國際智庫學者下午也將 進行一場選情座談 任何最新消息我們會為您隨時掌握 第十三屆政府總統選舉以及第八屆立委選舉 總共吸引三十個國家地區 一百三十家媒體 十四個智庫 五百多名記者來臺觀察選舉 根據統計 外地來臺採訪記者團 以香港來臺記者為最多 超過百人 另外許多造勢場合也看得到國際人士到場了解體驗台灣特有的選舉文化 連來臺旅遊的遊客都可以感受到台灣大選的強大威力 有聽說啊 而且我們在東莞開的會 然後開完會以後 然後每天晚上都會看台北的那個新聞聯播 我認為在比方的國家 這真的是一個民主國家 兩個兩個都有習慣吧 每一個人民有不同的做法 是 所以張漢現在看起來其實不僅僅是台灣島內的民眾 我們非常的關心這一次大選 連國外的一些媒體他們也非常專注這一次的大選 究竟的結果會是如何 那麼目前看起來 究竟這個目前他們的選戰的進行 到底這情況是怎麼樣呢 事實上我們得到中央選委會星期二公佈的統計數據 2012年總統副總統選舉的選舉人數 為1808萬多人 所謂首投足的第一次投票人口 增加76萬4千多人 若是以80%的投票率來估算 投票總數將近1450萬票 當選總統得票數的安全門檻 應該差不多在725萬票左右 也就是說14號晚上 誰先突破725萬票 幾乎可以說篤定當選 當然投票率左右當選的門檻 越高的投票率 當選的安全門檻也會越高 以上大選馬英九大贏220億萬來看 差不多在7點50分左右 突破當時的700多萬票門檻 確定勝選 今年看起來也差不多是要到8點之前 總統大選開票結果就會明朗 謝謝張翰來自於台北的現場的報導 以上是我們的採訪團隊 宋小玉跟張翰在台北所做的 第一手的觀察 那麼剛才也提到了 其實選舉結果在禮拜六的晚上 就會知道 因此我們在當天的晚上 在洛杉磯也會有直播 而我們主播臺也會搬到台北去 與大家一起關心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看起來 議任矢比 有機靠的 我們的採訪